房委會新一期六置居 星期四開始接受申請 當中只有長沙環麗月園是新項目 另外有三個屋苑重售 星期四早上位於觀塘開園的 房委會售樓處來的市民不多 只有十幾個人 家裡有四個長者要照顧的 張女士心儀麗月園 方便家人去醫院覆診 最希望就是扣入麗月園的 中層400呎單位 其實很局限性的 所以就很適合 近地的站方便 這個是最主要的 方便去探討他還是怎樣 方便他自己出入 方便他出入有時去醫院覆診 他想下巴士又不是很方便 他就想以地鐵為主 亦有市民說要照顧有殘疾需要的大仔 又希望抽到單位有能力時 可以騰出本來的公屋單位 讓其他公屋輪候人士 MING PAO CANADA